加拿大总理土豆 继加拿大卡车司机抗议游行之后 并没有学习到任何的教训 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不能够跨越侵犯人民权利的底线 他在周一的时候宣布了一个新的枪支管制法 这个最严格的枪支管制法将在全加拿大 冻结手枪的购买、销售、进口和转让 以及一系列的枪支 100模特的草剑兼典型的兼型 包括了一系列的Ruger Mini14 用到 Politechnik 和AR15 也有更加感染了 去保持伤害的手工 我们会发布前提议制作为 继续上决定的创事 能够施上的检行制 这意义是 它无法再购买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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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拿大刀 在加拿大哪里 会需要继续短短短短短短短 所以他们永远能不能持续5轮 别看这个事儿现在发生在加拿大 这就是美国的明天 他们一定会不遗余力的往这个方向发展 那现在美国的左派在叫嚣说 我们要禁掉AR-15 因为AR-15实在是太危险了 但是他们的目的呢 并不只是禁掉某种类型的枪支 他们会给所有种类的枪戴上不同的帽子 说你看这个危险因为子弹多 那个危险因为火力大 他们会找到不同的借口 一直到最后禁掉所有的枪支 完全毁掉宪法保护的权利 让我们没有任何翻身的机会 反正别管步枪还是手枪 如果人民要是让步的话 一个一个全部都会被禁掉